姜濤的中學新聞報導 近來真的很多事圍繞姜濤發生 有開心又不開心 不開心那些 今天我不講廚 留下一次再講 先講一些開心的事 大家看到這個 這個大連的牙膏廣告 有沒有心動 有沒有想買到全屋都是牙膏 那個人仔已經準備買到全屋都是牙膏 還有我都和部份的薑糖group 我們就會聯絡一些志願的機構 想著就會由我們去出此牙膏 捐給一些有需要的 暫時未知那個target group是什麼 可能是長者或者是貧窮家庭 所以我們暫時都在聯絡中 雖然牙膏不是天價的物品 但我們都希望有心有力 有薑糖 所以就希望可以做到這件事 我們日後再公布 這些善舉之後再想 現在我就要跟大家講 因為牙膏這個廣告再一次掀起 薑濤廣告王的稱號 究竟什麼事呢 一會兒跟大家講 開始這段影片之前請大家讚好這段影片 還有賴屋然一個收縮一個笑容一點 還有課金支持 這樣 這個薑濤一向都是有一個傳說的 香港 就是說薑濤 基本上如果買什麼廣告做什麼代言人 都能夠成為全香港 或者是我那時候的產品的去貨王 現在雖然有很多明星 就叫做搞一些大貨直播 但是薑濤不用大貨直播 基本上他就一買那些廣告就搞定 如果大家這兩晚看到這個Darling的新廣告 我想大家都會認同我所說 就是非常英俊 拍得很好 一向Darling的廣告模式 都令到我們覺得 薑濤最英俊的一面是拍得很好 這個廣告真是當之無愧 當然是說這個薑濤的本身是英俊 這個不用說 但是其實廣告箱 我都相信是很疼 薑濤 我現在翻查一下 手頭上一些廣告箱的資料 Darling基本上 這麼多個廣告箱 幾年來一直都沒有斷過 當然高恩仔之前都分析過 一些斷了代言人 或者斷了廣告主角的廣告箱 我們都不要怪責他 因為他們可能有些內部原因 不過起碼Darling我們看到 他裏面的老闆 應該這樣說 PR佬 甚至他們基本上 每一間大公司裏面 都有一些傳訊經理 傳訊主任的模式 所以他們都可以咬緊 就讓薑濤一直做代言人 所以基本上大家看到香港的廣告箱 有幾間一直都可以咬緊牙關 用著薑濤的 當然可能他們擺平他們自己公司內部的一些意見 因為我相信每一間公司 你問我 他們全部是姜濤的擁等 就肯定不是 肯定有些 又肯定有些神徒 有些是爵士 總之很多 總之說不完 或者可能都未必是MIRROR的鏡粉 可能是其餘的一些不同的粉絲級 當然Darling我們都很開心 他起碼可以做到這件事 Sorry 做到一件事就是可以一直支持姜濤 這個廣告也很好 我們自己作為姜濤 在這件事上我們又如何去慶祝呢 當然最實際的一件事就是買爆牙膏 買爆牙膏呢 當然老實說 肯定之前都分享過 你買這麼多牙膏 真的拆到自己的牙牙掉了 都未拆完 當然不是說牙膏不可以防止 但是有時年紀大大一下 萬一可能有時 即是個人的身體狀況不同 有些你就算怎樣保養 因為我近來看一些 我的醫學文獻 原來一個人的健康 跟他本身的DNA 是很有關係 即是可能有些DNA 寫了你 或者一生人健健康康 可能雙方都沒有 真的沒有 這些是全部DNA 當然不可以抹殺你健康生活 可能健康生活好些 可能對於患病的機會率又會低些 但是當然如果你DNA 都是說你容易些患病的 可能你生活習慣又不好 自然比其他人多些病痛 所以有時很難說 對啦 擦開了一點點 那麼 那麼 說回來 是不是 那麼 如果 如果說 我們又要買很多牙膏 那怎麼辦呢 那麼 通常呢 我上次呢 買了居桃牙膏呢 那麼基本上一開始就堆到 就是都 都 整個屋都是 那就難搞些 那麼後來我都 聯絡了一些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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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如果牙膏的對手呢 是零 全部呢 全部呢 全部有些這樣的 就是叫做牙膏的 就是 樂於去做賣廣告呢 我想都是 姜濤啦 那麽 所以呢 基本上呢 這次應該會賣爆 還有我都 奉勸 就是用我這條 就是用我這條頻道去跟大家說 我都奉勸大家 這次是一個好機會 他可以告訴那些廣告商 就是這樣 你不用姜濤不要緊要 但是呢 你一用姜濤呢 那你的那些產品呢 就買爆 還有這次呢 這個牙膏呢 會有送一些特別的紀念品 這樣就會出的 那就是 星期五呢 星期五就會出的 那所以大家記住去 買爆這個牙膏了 那這次的這些紀念品呢 我相信呢 都會有很多日呢 增商去買的 那所以呢 那大家呢 就記住 記住 星期五 應該是星期五呢 就去買 那那 有些江湯群就很鬼馬了 江湯群就說 咦 今天星期四 我好像都看到那些 那理論上 我們就看官方的 那大連官方就說 星期五就星期五啦 星期五就有那些 這樣的 叫做 宣傳 還有一些贈品 那星期五就星期五 那沒什麼所謂 我自己 我自己覺得 這些東西 有就有咯 到時候 記住去買就行 不過其實我想說一句呢 就是我想大家都要對 姜濤有信心 對廣告商有信心 因為呢 近來我都看到 有些姜濤group呢 開始那個 信心有少少動搖 那一會兒跟大家說 為什麼他們會有這些動搖的想法 那大多數呢 現在有一些姜濤group呢 就覺得 咦 似乎姜濤那些廣告就開始下滑 那 官仔都找了一些數據給大家看的 那如果相對於2023年 同一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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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姜濤的廣告呢 是上升了的 那這件事呢 亦都不可以太過著重 因為呢 去年2023年同一時期呢 姜濤是受著這個 腳的傷患困擾 還有 如果說回去年這個時刻呢 都是依然受到 一些hater的抹黑 因為就著903鏡中鏡我這件事這樣 那所以如果你說對比一年前的今天呢 其實去年同一時期呢 那個形勢嚴峻很多的 那時候呢 亦都有傳 我現在翻查我自己那本紀錄呢 那其實同一時期呢 亦都有傳那些廣告商呢 是棄掉姜濤 甚至是說有一些 姜濤脫粉那樣 傳聞那樣 那當然我那時候呢 都和大家說 如果那時候 因為那些這樣的事 而脫粉那些呢 就不留也罷 就是那些這樣的 叫做姜濤也好 什麼都好 那所以 所以你說那時候的廣告 相比回現在呢 其實 沒有少過之餘 還上升了超過50% 所以你說如果 如果避回去年同期的時候 那姜濤的勢怎麼會下跌呢 我真是想問 姜濤的勢怎麼會下跌 究竟大家 那些姜濤在擔心些什麼呢 究竟擔心他沒有廣告還是怎樣呢 其實整個過程 不單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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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少到的 那個是直接多了 當然是 給回去年那個 這樣的形勢 那樣 所以其實這個 這樣的形勢呢 就是 講著 講著 大家不用擔心 我想 有很多事情呢 千萬不要道聽豪說 所以 就是有時 執照很多 疆堂Good 구 即我 不可以說 即我 不可以說它們是 即 是 叫做 特地抹黑疆 可能真是有些 疆堂是擔心的 有些疆堂是擔心的 好像是 少了講的 其實相比 就不是 少了 而且以我們 看這些網絡消息 基本上呢 就 越來越多 廣告就會蘇 所以 大家千萬 千萬要有信心 對姜濤又要有信心 對廣告商有信心 因為現在的廣告平台 始終都是姜濤首選的 首選是廣告商的允許 所以我想在這方面 大家不用擔心之宜 總之今次Darlene這個廣告一出 我們唯一的工作就是買爆牙膏 這個是最簡單的 直接支持姜濤 擔心也無謂 有時世上你太擔心就無謂 你只有做 你只有去叫做 買爆牙膏 被廣告商說 搞定了 搞定了就行了 好 今次的姜濤中的新聞報道就是這樣 下一集回來我們繼續